今天是菲律宾五一劳动节的长假收假日 那么马尼拉国际机场第三航下 却在凌晨发生了停电事故 至少40个航班取消 由于马尼拉国际机场 在元旦就发生过了大档机的事件 而今天延误也再度引发乘客抱怨 但通常的连接电机会讯息 是编离了 所以通常的连接电机会讯息 所以我接下来的连接电机会讯息 所以我接下来的连接电机会讯息 我接下来的连接电机会讯息 然后我需要待到今天 马尼拉国际机场管理署是指出 机场第三航下是在凌晨的1点05分左右停电的 随机使用了备用电源提供关键设施电力 而被取消的航班大部分是菲律宾国内航班 其实马尼拉国际机场因为管理系统相当的老旧 今年元旦就曾经发生了空中交通大瘫痪 全国班机是一度无法起降 当时航班大约是经过了三天才完全恢复 美国银行倒闭潮这还没完 第一共和银行遭到了接管之后 最新的消息指出摩根大通将承接所有的存款 但是同时美国的债务上限是已经达到31.4兆美元 台阵部长叶伦就呼吁国会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 金融灾难将在7月降临 美国银行倒闭风暴还没结束 传出联邦监管单位打算在美国的5月1号 也就是金融市场恢复营业前出售第一共和银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摩根大通和PNC金融服务集团 都竞相出手打算收购 消息一出第一共和银28号股价一度重挫超过50% 而不光是银行倒闭潮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依旧迟迟未解 美国自1月19号达到11.4兆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后 财政部就积极运用会计操作 打算持续旅行义务 但财政部长叶伦仁呼吁 国会要是不采取行动 经济和金融灾难恐怕即将到来 而联邦政府最快7月就会违约 美国一连串经济问题 也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呼吁 政府因降低市场作用 他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市场机制 导致严重的产业外移和锻炼 苏利文进一步补充 就关键矿物而言 美国只生产出4%的锂 以及13%的菇 但镍和石墨却没有 然而这些都是制造电动车的关键原料 而全球高达80%的关键矿物 必须仰赖中国大陆 亚洲开放银行总裁前川雅四就警告 美中两个主要经济体关系不佳 长期下来不只会加剧贸易的不确定性 更可能打乱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介练和综合报道 日本山形县的藏王树兵 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奇景 而封顶的雪怪呢 其实只会在雪季的时候出现 当地学者最近调查就发现了 树兵是需要耗时1000年的历史才能够形成 但是呢 因为现在有全球暖化的影响 树兵的分布范围是逐渐的缩小 正在面临了消失的危机 而调查团队就认为 本世纪结束之后 恐怕是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绝景了